他唱一句話 當時好流行喔 哪一句 愛我就不要傷害我 原來是廣告嘛 是不是 不然你告訴我 你講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是 頒獎對不對 經賞獎 然後我的票數 很多 很恐怖 然後就有一堆留言 然後超過鳳飛飛鳳姐 然後也有不斷的一些攻擊的留言 然後我們老闆劉仁正說 拜託你的歌迷不要再投票了 拜託 因為太恐怖了 就是人家就覺得說 就好像抱著懷疑的態度 對 說自己用錢買的 對 然後他就探直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在那個 好像舞台上就領獎 頒獎的時候 這句話老闆的 讓我們掌聲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方文玲 好可愛 好可愛 愛像什麼 愛像新幾天的早晨 愛像什麼 愛像擁抱著風 愛像什麼 愛像紫色的夢幻 愛像什麼 愛像說話的眼睛 讓我疼不再記得我憂傷的心靈 將我清晰地更灑脫 不會再煩憂 讓你把我的這夜裡有半盞的鱗魚 充滿了愛情 向大海奔去 愛像什麼 愛像新幾天的早晨 愛像什麼 愛像擁抱著風 愛像什麼 愛像紫色的夢幻 愛像什麼 愛像說話的眼睛 我們的漂亮寶貝 方文玲 好久不見 好久沒看到 越來越漂亮 有嗎 所以我們現在一定要問一下 愛像什麼 愛啊 愛像什麼 愛像余冠華的眼睛 愛像余冠華的吉他 愛像余冠華的歌聲 愛像余冠華的歌聲 有默契 好像是妳嫁給他 這比方說我知道她的意思 生了幾個孩子 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 這是最讓我嫉妒的地方 妳是一個女兒都沒有 妳才讓我嫉妒 然後牽下她來 媽媽不肯 當然目前怎麼可能 因為當童星太可憐了 知道 媽媽自己是過來人 雖然很久沒看到 還是那麼美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很開心 沒有 不過還想到那個以前的 那個飛鷹三叔 我沒有以前 十通三個 十通通通通通 不要算了 那時候我都還沒進演藝圈 早來 真的啊 大概一定有超過十七年 有 對嘛 這樣還沒以前 是啊 唉唷 你六個請問一下 我也是啊 我也想說以前 我還想以前 女兒小孩 小女生的時候 跟姨仁慶 秋海鎮三個人在做宣傳的時候 是啊 很可愛 但是妳當中好像是 好像是參加歌唱比賽 過關站這樣 之前 對 之前還沒有簽唱片公司 有出 在台式 在台式 參加中藝金榜歌唱比賽 對 那是 那個音響我還記得 那時候有羅時鋒啊 什麼的 羅時鋒也是那個節目出來的 對 羅時鋒那時候才唸高中而已 對啊 那妳是怎樣 剛畢業 我 對 不過妳知道那時候 她的名言是什麼 她有一句話 當時好流行喔 哪一句 哪一句 愛我就不要傷害我 那是廣告嘛 是不是 不 妳告訴她 妳告訴她 那時候好像是 頒獎對不對 經賞獎 然後我的票數 很 很多 很恐怖 對 然後就有一堆留言啊 然後超過鳳飛飛鳳姐啊 然後也有不斷的一些攻擊的留言 然後我們老闆留言就說 拜託妳的歌迷不要再投票了 拜託 因為太恐怖了 就是人家就覺得說 就好像抱著懷疑的態度 對 說自己用錢買的啊 對 然後她就 她很直你知道嗎 然後她就在那個 好像舞台上就領獎 頒獎的時候 這句我老闆把我打的啦 因為我都會記得耶 真的喔 愛我就不要傷害我 我什麼話都不記得 就記得老闆交代這一句一定要講 所以劉文勝還是 會演示一種 劉大哥還是頭腦很好 那當然 他這一句就讓人家 讓很多人就永遠都記住 唉唷 79年 龍兄五弟 這是自己創作的歌曲啊 我寫歌詞 你有歌詞 我最親愛的 現在看以前都很奇怪 那個眼神是非常甜美的 真的 眼神喔 甜美是那個招牌啊 唉唷 這是85年超級星期天 脫鬼的 那時候我已經 已經怎樣 好像準備要結婚了 準備要結婚了 對 那個 我好像記得是那個時候 還有 哇 准男朋友出現了 對啊 那時候還不是 還不是啊 這是82年 那時候是什麼 那時候是 兄弟姐妹的時候 對 然後他親人 然後我跟他帶來唱 對 同公司嘛對不對 對 所以人相處久了 還是會有一點脫鬼 說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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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生命好好愛你 溫情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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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生意識的你在一起 其實他們兩個那時候 談戀愛的時候啊 我倒是很擔心溫靈 因為我覺得 余冠華讓人家覺得 好像是那種 沒什麼好改的 你知道嗎 還沒有長大的頑童 對啊 他其實剛退伍沒多久 對啊 其實溫靈不錯耶 來來來 聽說 馨福有數 哪有 是誰發公事的 這個妳要了解一下 公事 是他呀 這哪有什麼公事啊 拜託 因為他是學姐 他學姐 拜託 他就是眼睛放電 你就知道了 而且他當初曾經呢 就是說過兩個條件 他說結婚的對象一定 唉唷最好不是原住民 要溝通可能會有一些障礙 第二個就是不要年紀比我小的 到時候我還要帶著他很辛苦 結果呢 余冠華兩個條件都符合了 所以啊 不能講 所以現在我都說 那個年輕人 千萬不要講大話 摩提起 摩提起 對 他們兩個人呢 還滿有情趣的 經常會去很多遙遠美麗的大飯店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view 然後就一個晚上這樣子 唉唷 真的還假的 你們會做這種事喔 會啊 好浪費錢喔 什麼浪費錢 我也覺得 你知道嗎我也覺得 但是我老公 幹嘛家裡不住還要住那個飯店 一天一萬塊耶 妳懂什麼 誰向妳隨便都可以 什麼 聽說她老公還要買丁字褲 這種浪漫的那種情趣內衣給她穿耶 丁字褲我自己也會買啦 對啊 只是 可是她會因為衣服的需要嘛 不管是丁字褲還是什麼 問題是她會買那種小內褲給妳就是了 會啊 唉唷 這想像不出來 這也是為了她自己的福利好不好 而且聽說她那小孩呢 是有偏方才生出來的 妳說當時呢來自於一瓶龍蝦血 那個很苦咧 這個妳要妳自己講啦 那時候還沒有結婚是不是 還沒有結婚 好來 共結的 沒有 我記得好像是張宇 還是尤鴻明他們辦新家 然後就請客 然後有龍蝦嘛 然後老闆就說 因為龍蝦血都在用這種 然後小杯子 對 特別濃的那種 然後它是藍色還綠色的 很難的 對啊 然後老闆都說 一杯三杯喝 結果沒有人敢喝 結果老闆說我要喝 這樣就喝了 結果那天晚上就慘了 好棒喔 真的 真的喔 從來也沒有 那一次就這樣子 對 妳有沒有覺得說很可惜 什麼叫很可惜 應該多一點這樣 整個我老二也是來得很奇怪 也是龍蝦血嗎 不是 我老二真的 我覺得小孩子 因為那時候在想說 妳要不要生第二個的時候 就一直在猶豫 就想不生我就趕快出來工作 然後在想跟不想當中 那一個月就懷孕了 我說怎麼可能 我們那個月 因為她出國 或者是我帶小孩回南部 我記得那個月只有發生一次 而且是在安全期 所以嗎 都很奇怪 我跟你講 你要跟的時候就跟你了 安全期不要說安全 安全島都不可靠 經常有車子就開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呢 這個俗話說得好 這個人呢在緣分來的時候 一槍會出入一條人命 我們看看她真正的演出 來 那台詩有演很多年修教的 有嗎 有嗎 來看一下 來… 妳怎麼說不會穿車啦 妳不要讓她太會對著這個 這是流氓教授 李妍母親的角色 那她在緣分啦 妳看得到沒想到喔 沒有每一位很可憐的媽媽 妳怎麼要過去了 嚇到喔 流氓教授 她去跟她探望這個王士賢 王秀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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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這樣啦 這段演得很好耶 你怎麼會這麼狂 你怎麼會這麼狂 你怎麼會這麼狂風 你怎麼會這麼狂風啊 我來帶桌啦 我來煮麵啦 好 麵攤的老闆娘 這一部戲就比較有點 輕鬆喜劇的那個 跟廖峻大哥演不齊 你像我老闆在看準時 對我們這裡的準時很照顧 以前他們老闆跟他們老闆 差一點讓他們拍到紅葉 你知道嗎 很高興耶 有一齣戲算是經典名劇 心心之我心 你知道嗎 你有演嗎 沒有啦 這也沒有演嗎 他當時就是 那個最小的那個就是 真的 你真的說這首歌 這首歌啦 是友台的一個 那時候我在 有唱這個主題曲 真的 對啊 來 我們來唱這首歌 好 謝謝 來 那邊唱著唱歌 你唱這首歌 與你唱這首歌 我以為我愛你 我愛你